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描绘有奥特兄弟的图画 接着旁白的声音传来 奥特曼最初来到地球是距今约40年前 那时候起他们就开始跟邪恶的怪兽和宇宙人战斗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守护着地球 向着遥远的星空望去就可以看到光之国的光芒 顺着这道光芒画面一路来到光之国 两位急匆匆飞行的奥特曼分别是泰罗和孟比优斯 孟比优斯询问泰罗教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泰罗回答银石自军总部受到了未知敌人的袭击 银石自军那奥特之母岂不是 孟比优斯开始慌乱 画面来到银石自军总部 在巨大战舰的炮击中 雷欧和阿斯特拉迎战合体怪兽泰兰特 曾经击败过奥特兄弟的泰兰特战斗力变得更强了 雷欧兄弟陷入了苦战 好在泰罗和孟比优斯及时赶到加入了战斗 四人联手成功压制了泰兰特 但是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奥特曼们好好看看这个 说话的是西波利特星人 他旁边的胶囊中关押着奥特之母 四位奥特曼想营救奥特之母却被泰兰特阻拦 奥特之母还是被西波利特星人带走 而且泰罗也在混战中身受重伤 他的身体变成了半透明状态 泰罗哥哥 泰罗教官 雷欧兄弟和孟比优斯的呼喊响彻宇宙 接下来就到了标题画面 孟比优斯与奥特兄弟2 未来站在了两年前和龙第一次相遇的高台上 令人怀念的声音传来 第一不能饿着肚子上学 龙正带领着一群年轻人跑步 未来上前打招呼 龙丧 龙望向了声音的来源 这不是未来吗 重逢的两人抱在了一起 盖斯队的新队员们充满了疑惑 那个人是龙队长的朋友 好像是叫未来吧 难道说他就是孟比优斯 龙向新队员们介绍 这家伙是日比也未来 也是你们的前辈 面对新人们的敬礼未来也羞涩地回礼了 两人来到了基地的天台上 龙丧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热血啊 还好吧 话说你为什么回到地球 我还以为我们永远无法相见了 其实是 说到这里未来有些吞吞吐吐 想了一下还是将奥特之母被抓 以及泰罗身负重伤的事告诉了龙 新的敌人已经出现 地球上也捕捉到了一遍的前兆 奥特之父再度拍梦比优斯前茅地球 龙邀请未来再次作为盖斯队的一员一同战斗 未来却说这之前他还要去见一个人 东光太郎是过去和泰罗教官一心同体的人类 他在三十多年前与泰罗教官分离成为了普通人 现在应该生活在日本的某个地方 未来打算与他见面告知奥特之母和泰罗的情况 龙表示可以利用盖斯队的资料库寻找他的下落 未来走在横滨某处的街道上 按照龙提供的信息 光太郎就在这附近 未来向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询问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住着一个叫东光太郎的人 男人回答确实有 他在这一带很有名 未来很好奇 有名 他现在是做什么的 他是日本第一大家族的顶梁柱 男人回答道 未来被这个男人带到了某个门前 已经到了 这里就是奥特之家 未来看着门前挂着奥特之家的牌子 跟随男人进入之后 未来发现有个运动场 十几个孩子正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性踢球 女性名叫梅里 她前来跟男人打招呼 随后才注意到了未来 这个人是 梅里有些疑惑 踢足球的一个孩子泳台叫到施孟比优斯奥特曼 说着孩子们跑上前来围住了未来 真的是梅比优斯哥哥啊 好厉害好帅啊 一个女孩亚光和一个男孩满腹分别拉住了未来的手 梅比优斯与安培拉星人的战斗 让大部分人得知了他的身份 没理兴奋的说 建一叔叔好厉害 原来你认识梅比优斯 男子回答不是我 他是来拜访光太郎哥哥的 未来惊讶了 难道说你是白鸟建一先生 是我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听泰罗教官讲过 未来知道说漏了嘴 赶紧捂住嘴巴 建一说没关系 我也从光太郎哥哥那知道了大概 未来放心后继续说 泰罗教官说过 过去有一个名叫建一的少年 将自己当成哥哥一样憧憬 对了 泰罗现在还好吗 这个嘛 未来刚要开口整点报时的钟响了 没理说好了 现在是做作业的时候了 你们还要为明天的学习遇习 十几个孩子一起向着建筑物走去 未来感叹大家都很快乐 他的视线注意到了运动场 一个击打着沙袋的孩子 梁平快过来 运动时间已经结束了 对于永泰和亚光的呼喊 梁平并没有回应 没理说迟到也没关系 我们先去做作业吧 没理带着其他孩子进入了建筑物 只剩下默默击打沙袋的梁平 未来问建一那孩子为什么只是一个人 梁平被光太郎哥哥带回来才两个多月 还没有和大家亲近起来 建一有些担心的说着 未来问我可以去和他打个招呼吗 可以啊 不过梁平不会说话 就在未来惊讶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梁平 腰没用力啊 未来看去不知道何时出现一个男子指导梁平 不要只用手臂扣机 腰要好好用力 像这样打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 梁平对男子的指导点头像着沙袋攻击 好样的 就是这个状态 未来您试着认真指导的男子说 难道那个人就是 没错 建一点头并叫到光太郎哥哥 有客人来了 光太郎转头看向这边 未来向他行礼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光太郎让梁平停止练习 去洗洗手做作业去 梁平顺从地点头向着建筑物走去 目送他进去后光太郎走到未来面前 我是东光太郎请多指教 我是日比野 未来请多关照 未来郑重地跟光太郎握手 听未来讲完事情经过之后 光太郎说 是吗 你是为了告诉我这个而来的 未来说我知道你会为此担心 但是我再度来到地球的时候 就认为要全部告诉你 谢谢你将这件事告诉我 我几天前就预感到 奥特之母和泰罗好像出事了 未来说还有一件事要请教一下 三十多年前你放弃了奥特徽章 到底是为了什么 光太郎注视着指导孩子们的建议说道 是为了拯救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建议的父亲被怪兽杀害 他痛恨没有及时相救的泰罗 光太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下定决心不再依靠泰罗的力量 为了证明自己他舍弃了奥特徽章 以人类的身份打败了宇宙人 之后光太郎前往各地旅行 他从剑衣那里得知 还有不少被怪兽杀害至亲 而封闭内心的孩子们 最早他收养了好几个孩子 后来在剑衣他们的协助下 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 于是搬来了 现在这里建立了奥特之家 那个时候光太郎原来的哥哥前来拜访了 在神户封印了亚伯人之后 藻田 团 香 北斗失去了奥特曼的力量 逆光中五个人影相对站立着 他们希望光太郎能够回到光之国 将在地球上的经验传授给后辈们 我知道了 但是我在地球有很多家人 我不能置他们于不顾 于是光太郎作为人类一直生活到了现在 未来听完后说 能否让我也在这里一起生活呢 奥特之母和泰罗教官的事暂时不用担心 但是以防万一我必须留在地球上 光太郎说奥特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从这里毕业的人们一年一度重聚的日子 光太郎继续说 现在我正为这个忙的不可开交 你来帮忙是再好不过的 而且是作为家庭的一员 听他这么说 未来非常高兴 未来在奥特之家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里有35个孩子 大家一起运动 一起吃饭 一起洗澡 一起睡觉 最初未来对新生活感到困惑的时候 光太郎就带未来去了 名为奥特房间的资料室 这里有历代防卫队的照片 还有他哥哥们年轻时的样貌 第二天未来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早上他目送孩子们出门上学 但是唯独只有梁萍没有敞开心扉 未来想上前跟他说话 他马上就跑开了 未来从梅里那里得知 每年活动的惯例都要制作 巨大的奥特兄弟雕像 去年制作的还是孟比优斯的雕像 而今年奥特之母的雕像 很快也要完成了 光太郎望着即将完成的奥特之母雕像 自言自语道 你没事吧母亲 一次元空间巨大战舰正在前进着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完美的 这次一定能消灭奥特兄弟 然后支配整个宇宙 西波利特新人狂笑着 被囚禁的奥特之母说 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邪恶 奥特兄弟都能取胜 这可说不定啊 胶囊中流出了大量气体 很遗憾你已经看不到他们的末日了 西波利特新人继续狂笑起来 奥特房间里孩子们正在绘制奥特兄弟的图画 唯独良品的画纸上一片空白 蔚来在运动场帮忙制作奥特之母的雕像 光太郎哥哥 星野他们来了 剑一带来了三个男子 大家好久不见 光太郎笑脸相迎 他们三个分别是星野 次郎 段 他们都是奥特之家的志愿者 剑一告诉蔚来就像我把光太郎当成哥哥一样 他们三个也有重要的哥哥 蔚来想起在奥特房间看到的照片 早甜 香 北斗的照片上少年们的笑颜 跟眼前三人的笑颜重合了 我是日比野 蔚来请多多关照 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和蔚来握手 永泰询问梁平为什么没话 梁平却一言不发飞奔离开了奥特房间 这是棒球赛的门票 星野将门票递给了光太郎 看你忙得热火朝天的放松一下怎么样 谢谢你 大家会很开心的 光太郎答谢的时候 永泰和亚光跑了过来 告知了梁平突然跑出去的事 就在蔚来惊讶的时候 梅里说 一定在那个地方 梅里带着蔚来前往后山的一个废墟中 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梁平 蔚来正要问你为什么会知道在这里 光太郎也来到了这里 他并没有生气 星野叔叔为大家带来了棒球赛的门票 现在出发还能赶上 光太郎温柔地说道 梁平依然没有回话 体育场里众人观看着棒球赛 就连梁平都露出了笑脸 然而突然传来了咆哮声 阿斯托罗姆斯向这里袭来 观众席陷入了一片恐慌 蔚来告诉光太郎 我去阻止他 你快带孩子们走 蔚来和光太郎分别后 变身为孟比优斯 所有人都向着炫目的光芒看去 孟比优斯出现挡在了阿斯托罗姆斯面前 拜托了 未来光太郎带孩子们避难途中 还帮助了一位摔倒的男子 他让建一和美里带孩子们先走 此时梁平紧紧抱住光太郎 光太郎让他快点逃走 但是梁平却摇头不肯与光太郎分离 孟比优斯只能拼命阻挡阿斯托罗姆斯 好在这时龙他们驾驶着凤凰突击号赶到 在他们的支援下孟比优斯压制了阿斯托罗姆斯 突然响起了西波利特新人的声音 告诉你们一件好事 复活的怪兽可不止阿斯托罗姆斯 孟比优斯惊讶之余 基地里的破水总监向龙船来信息 四只怪兽出现在了日本不同的地点 北海道出现了艾雷王 京都出现了哥莫拉 鸣鼓屋出现了双尾怪 冲绳出现了巴克西姆 在横兵战斗的孟比优斯因此动摇了 阿斯托罗姆斯趁机将孟比优斯打倒在地 突然天上四道光芒接近 孟比优斯知道那是哥哥们 飞来的是初代 赛文 杰克 艾斯 四位奥特曼向着四个方向飞去 降临在各地暴走的怪兽和超兽面前 初代对战哥莫拉 赛文对战艾雷王 杰克对战双尾怪 艾斯对战巴克西姆 激烈的战斗一触即发 孟比优斯因为奥特兄弟加入战斗充满了斗志 在光太郎等人的注视下 孟比优斯和龙配合干掉了阿斯托罗姆斯 同时各地的奥特兄弟也接连取胜了 但是被打倒的五只怪兽全部化为了能量 被空中突然出现的漩涡吸入消失了 战斗结束后在横兵的码头上 未来和枣田 团 香 北斗集结了 他们也是受奥特支付的命令前来地球的 他们将被打倒的怪兽化作能量消失的事互相告知 确信了还有更恐怖的事件在暗中进行着 随后光太郎出现了 哥哥们好久不见 一年不见了 光太郎 孩子们还好吗 大家都期待着与哥哥们的再会 得知他们四个每年都会来参加奥特庆典 未来非常惊讶 我要让孩子们先冷静下来 然后再一起回去 哥哥们先去奥特之家吧 光太郎再次离开 他们四个也准备动身的时候却被未来叫住 阿斯托罗姆斯在横兵出现只是偶然吗 我所在的地方出现了怪兽 我留在这里会给孩子们带来危险吧 香说道 确实身为奥特曼会给重要的人带去危险 甚至可能会失去最爱的人 就算这样奥特兄弟还在不断战斗 拼死守护着人类 然后香接着说我有想给你看的东西 四人将未来带到了奥特房间 未来再次看到了墙上的照片 既有早田 团 香 北斗年轻时的照片 还有和他们共同战斗的防卫队同伴的英勇身姿 以及一起作为家人生活的人们 这些是新野他们吧 没错 那边还有剑衣跟其他同伴们 还同时期的照片 香注视着其中一张照片说道 这是我没能守护住的人们 当初宇宙人为了扰乱香的内心 杀害了秋子和板田 四郎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人 香的脑海中回忆起了快乐的时光 以及残酷的瞬间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可怜的人们 再也回不来了 未来虽然也和同伴们跨越了很多苦恼 但是奥特兄弟却跨越了更多 割舍不下的眼泪和愤怒 我想要守护住重要之人的笑颜 说的是啊 香在下定决心的未来肩上拍了一下 这是光太郎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永泰 亚光 满夫分别抱住了早田 香 北斗 早田微笑着说这几个孩子是我们带来的 随后新野 四郎断回来了 然后就是充满怀念的互相握手 看到这个场面相对未来说 大家既有失去的家人 也有至今为止可以微笑着再会的家人 这时姗姗来迟的梅里出现了 团叔叔笑一个 什么笑一个 你是认真的吗 原来梅里以前是团带来这里的 他告诉团自己可是孩子们的母亲 还有一个特别难照顾的孩子 蔚来知道他说的是梁萍 蔚来决定询问光太郎梁萍为什么会封闭内心 运动场里梁萍又是一个人击打着沙袋 光太郎远远注视着他对蔚来说 梁萍在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而早就失去父亲的他跟着祖父祖母生活 在梁萍终于要从失去母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悲剧再次降临了 距今三个月前祖父和祖母因为事故而丧命 当时他们正在为梁萍购买生日礼物 蔚来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又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团说只有等待了 只是等吗 无论多甚的伤总有一天会痊愈 只有等那个时候到来了 蔚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团已经离开了 梅里注视着蔚来无法理解的表情 宇宙中大量的战舰继续前进 前方可以看到闪耀着光辉的星云 终于到了光之国灭亡的时候了 战舰中西波利特新人大放厥词 在他身旁的胶囊中 始化为青铜匠的奥特之母 未来一个人站在奥特之母的雕像下 这时梅里走了过来 其实团叔叔并不是冷漠的人 甚至他比任何人都担心梁萍 未来问他为什么这样讲 那是因为过去他也有和梁萍一样的经历 梅里五岁的时候失去了父母 被团带到了这里 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人置之不理 梅里在一年一度的庆典上偷偷跑了出去 还扔石块砸掉了奥特之父雕像的大脚 静点被迫终止大家一起寻找梅里 最终团来到废墟找到了梅里 团并没有生气反而是抱紧了梅里 时间会抚平一切 等什么时候内心的伤痛痊愈之时 再展露出笑颜就好了 梅里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第一次认真的对团说对不起 未来对于质疑过团而感到惭愧 你没必要失落 因为团叔叔本来就是很难理解的人 梅里笑着鼓励道 未来还有疑问 突然传来声音 不可思议吗 团为什么这么理解人类的心 转过身看是早甜 香 北斗三人 团和我们不一样 他并没有作为人类的过去 所以才更加努力想要了解人类 未来意识到朱星团复制了 萨摩次郎的外貌 就跟自己复制了板红人的外貌 是一个道理 团将梅里当成自己的女儿来疼爱 而梅里也将她当成是父亲来敬仰 所以他们才能理解梁平的感受 现在只有等待梁平自己坦率地说出话了 未来认为自己又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天横冰出现了泰兰特 奥特兄弟我要向你们宣战 如果要守护这个星球微不足道的人类 就和泰兰特一掘高下巴 西波利特新人也随之出现 和泰兰特一起破坏城市 众人站在奥特之家附近的高地上 看着远方冒起的滚滚黑烟 早甜对未来说 你先留在这里 未来表示让我也一起战斗吧 听好了未来 这肯定是敌人的陷阱 首先由我们四人出战 你要看清楚敌人的行动 为了守护重要的家人 这场战斗绝对不能输 未来感受到了四位哥哥的决心 于是未来留在了原地 早甜 团 香 北斗同时变身 初代 赛文 杰克 艾斯向着战场飞去 四位奥特曼挡在了泰兰特 和西波利特新人面前 终于来了奥特兄弟 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 在西波利特新人的命令下 泰兰特攻向四位奥特曼 龙带领着盖斯队新人也加入了战斗 即便是强大的泰兰特 在四位奥特曼和盖斯队联手的攻击下 也抵挡不住 眼看就要击败泰兰特了 四位奥特曼准备同时发射弓线 西波利特新人说到你们好好看看这个 横滨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奥特之母的青铜像 抵抗的话奥特之母就没命了 四位奥特曼放弃抵抗 受到了泰兰特的连续攻击 这是何等卑劣的行为 愤怒的龙像西波利特新人攻击 但是战机很快就被泰兰特给击落了 龙丧 高台上的未来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大叫 剑一和梅里以及所有的孩子们跑了过来 梦比优斯去帮助奥特兄弟干掉邪恶的怪兽吧 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未来下定了决心 没事的 我一定会救他们的 在孩子们的注视下未来变身为梦比优斯 姗姗来齿的梁平和光太郎目送梦比优斯飞向战场 为了拯救四位哥哥梦比优斯降临了 梦比优斯你来得太早了 敌人还没有使出全部力量 梦比优斯正要开口 西波利特新人连续发射了光弹 光弹爆炸后产生了大量气体 杰克和艾斯变为了青铜像 继续向梦比优斯发射光弹 初代和赛文替梦比优斯挡住了攻击 他们两个也变成了青铜像 哥哥们 在这种情况下光太郎紧握拳头 他对剑一说道 在我回来之前孩子们就拜托了 梁平再次拉住了光太郎 没关系的梁平 我一定会回来的 光太郎说完后向着前方跑去 奥特兄弟和你被彻底引入圈套了 西波利特新人对着梦比优斯大放厥词 你们不在的光之国不堪一击 在我无敌舰队的攻击下 光之国很快就会被毁灭 视角来到光之国 大量战舰已经袭来 初来迎击的有佐菲 雷欧 阿斯特拉 爱迪 西卡利 激战的时候 奥特之父将半透明状的泰罗化为光球 泰罗去地球吧 到你母亲身边 奥特之父将光球送上了宇宙 光球穿过战舰的攻击向地球飞去 光太郎打开车门坐上了吉普车 这时战场上射来的光弹在这附近爆炸 光太郎愤怒地想要发动吉普车 此时梁平趁机钻入了车里用一块布盖住自己 光太郎并没有注意 驾车向着战场驶去 西波利特星人和泰兰特不断攻击孟比优斯 因为有奥特之母和奥特兄弟作为人质 孟比优斯根本无法还手 光太郎开着吉普车来到了仓库街 望着对岸处于劣势计时器闪烁的孟比优斯 接着梁平从车里钻出来跑向光太郎 梁平 你怎么在这里 梁平没有说话 但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光太郎对梁平说 没关系的奥特曼绝对不会输 光太郎握住梁平的手下孟比优斯喊道 不可以输 孟比优斯站起来 听到光太郎的声援孟比优斯再度站了起来 居然还有站起来的力量 你就跟奥特之母还有奥特兄弟一样变为青铜像吧 泰兰特的触手困住了孟比优斯 西波利特星人准备对他发射光弹 此时光太郎耳边传来一个令人怀念的声音 光太郎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是泰罗吗 刹那间天空中一道光芒飞往光太郎手里 那是奥特徽章 内心世界中泰罗对光太郎说 再度与我合为一体共同战斗吧 我明白了 随后光太郎和泰罗的身体完全重合 画面回到现实世界 光太郎对梁平说 现在我要作为奥特曼去战斗了 你待在这里 我一定会回来的 梁平惊讶之余点了点头 然后光太郎高举奥特徽章大叫泰罗的名字 炫目的光芒中泰罗奥特曼登场了 得到光太郎的生命后泰罗完全复活了 他以敏捷的攻击将泰兰特打倒在地 同时切断泰兰特的触手救下了梦比优斯 泰罗叫官 上把梦比优斯 愚蠢 你们不管人质的死活了吗 西波利特星人向着奥特之母的青铜像发射光弹 泰罗用手镯变出的屏障保护了奥特之母 可恶 你们两个也一起变成青铜像吧 西波利特星人放出大量的青铜气体 但是却被泰罗的手镯全部抵挡 泰罗和梦比优斯联手对付西波利特星人 很快他们两个就同时发射光线 干掉了西波利特星人 变为青铜像的奥特兄弟也复原了 四位奥特曼发射光线消灭了泰兰特 高地上的孩子们欢呼了起来 仓库街的良品也做出了胜利的手势 但泰兰特的能量却被上空的漩涡吸入 没事吧哥哥们 泰罗你又和光太郎一星铜体了吗 现在还不是嘘寒问暖的时候 因为他们注意到西波利特星人已经被打败 奥特之母却还是青铜像 众人耳边听到了某个声音 你们这些家伙只是被诅咒了 而奥特之母则是被施加了最强诅咒 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是亚伯人的巨大幻影 我们是不灭的怨念 在打倒你们奥特兄弟之前 无论多少次都会复活 伴随着亚伯人的笑声 泰兰特和之前被击败的怪兽能量集结 更加可怕的纠集合体怪兽 巨型泰兰特诞生了 巨型泰兰特发射的光线和光弹让横冰遭到严重破坏 奥特之家附近也有光弹射过来 建议保护着孩子们 混乱中美里发现梁平不见了 难道又跑去那个地方了 说着向后山的废墟寻去 巨型泰兰特的实力完全超越了想象 本身经历大战后能量就所剩无几 这种情况下梦比优斯和奥特兄弟更打不过了 他们一个接一个倒下 后山的废墟中美里寻找着梁平 战场上射来的光弹落在了附近爆炸 整个废墟地洞山摇梅里并没有放弃 他继续呼喊着梁平 他的视线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女的样子 那是幼年的自己 梅里不禁停下脚步 这时爆炸声再度响起 整个废墟崩塌了 塞文感受到梅里有危险 于是脱离了战场飞向后山的废墟 塞文便为等身大脚在废墟中找到了梅里 没事吧 梅里一眼看出塞文救世团 微笑着说你又来迎接我了 谢谢你父亲 塞文抱着梅里飞走 同时废墟车彻底崩塌 巨型泰兰特的防御力太强了 奥特兄弟拼死 攻击却毫无效果 很快就被巨型泰兰特给完全压制 看到被打倒的奥特兄弟 人们陷入了绝望 这时剑一等人挺身而出 奥特曼不会输的 只要我们不失去 希望就绝对会赢 至今为止一直都是这样的 星野 次郎 段 剑一个字的脑海中 回忆起了初代 杰克 艾斯 泰罗带着伤痛战斗的各种场面 加油啊 奥特兄弟 不能输 孟比优斯 大家的声援通过电视传达到了各地 很多中年人也回忆起了过去鲜明的记忆 他们都是曾经被奥特兄弟救助过的少年和少女 日本各地的人们纷纷对奥特兄弟发起了声援 人们的希望传递给了苦战的奥特兄弟 奥特兄弟意识到怎么会输 我们还有必须守护的朋友和家人 此时上空有数架战斗机飞来 那是过去历代防卫队的战斗机 驾驶他们的分别是龙 乔治 哲平 甄里奈 天还好 原盖斯队的成员齐聚了 这些旧型战斗机装备了最新的流行技术 满载着过去和奥特曼一起战斗过的先辈们的热烈情感 站起来奥特兄弟 站起来未来 孟比优斯感叹道没错 我还有这些出色的家人 五架战机一起发射特殊光线 命中了重备奥特曼的计时器 奥特曼们的计时器不再闪烁恢复了能量 赛文也再度回到了战场 泰罗用手镯将奥特之母从轻铜向状态复原 你没事吧母亲 谢谢你泰罗 这场景让各地的人们兴奋不已 微不足道的人类看我一口气消灭你们 巨型泰兰特飞向天空对着地面发射破坏光弹 奥特曼们拼命抵挡弹 还是有无数光弹从他们身边穿过 突然几道光线射爆了即将击中地面的光弹 佐菲 雷欧 阿斯特拉 艾迪 西卡利 奥特之父降临了 亚伯人 袭击光之国的舰队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大量奥特曼集结还有防卫队战斗机的配合 即便是纠集合体怪兽巨型泰兰特也抵挡不住 所有奥特曼和防卫队战斗机同时发射光线 巨型泰兰特在横滨上空爆炸了 伴随着爆炸亚伯人也消失了 各地的人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 同时还有很多孩子们的笑颜 胜利的奥特曼们站在了一起 奥特曼们在光芒的包裹下化为人类的姿态 奥特之父 奥特之母 佐菲 阿斯特拉留在了原地 蔚来 早田 团 香 北斗 凤元 史蒂猛 秦泽 光太郎排成一排向前走来 光太郎带着爽朗的笑容对着梁萍挥手 梁萍的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容 光太郎带着梁萍回到了奥特之家 孩子们还有美里出门迎接 梁萍这笨蛋偷偷躲进吉普车让我们这么担心 美里流着泪紧紧抱住了梁萍 对不起 梁萍终于开口说话了 看到这场景光太郎和团笑着点了点头 蔚来肩膀被拍了一下 转过头发现世龙 还有过去盖斯队的伙伴们 在奥特房间的墙上贴着大量奥特兄弟的图画 而梁萍的话也刚刚描绘完成 孩子们看着他展示的画拍手叫好 梁萍带着羞涩的笑容转过头 镜头对着墙上贴满的图画 旁白的声音再次传来 奥特曼为什么要为人类而战 我总觉得已经有了答案 奥特曼和人类是一家人 深爱之人有危机时奥特曼一定会挺身而出 奥特曼以后也会一直为人类而战 奥特之家一年一度的庆典开始了 围绕着制作完成的奥特之母雕像 40多年以来大量令人怀念的面孔聚在了一起 这是经过漫长时间培养起来的奥特曼与人类的羁绊 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家人